几辆车在林子里行驶着 其实距离并不远 也就是三公里开外 但是抓捕卡洛尔花费了一两个小时 天色已经暗下来 而且下起了雨 游客们已经差不多都散去了 只有一些耐得住性子的游客 还在等着卡洛尔回来 车停了下来 他直接对着铁笼的入口 车板放了下来 被垫麻的卡洛尔显得有些无精打采 他被赶进了笼子里 很快 咔嚓一声 铁笼被管理员马克关上了 宾娜和安德烈和工作人员 一起去了动物园的咖啡馆 大家都累了 宾娜和马克不知道什么时候混熟了 安德烈也凑了过来 宾娜兴奋地拉着安德烈对马克说 这是我男友 我们都是从莫斯科来的 安德烈 马克是我们的老乡 很快 三个人就有说有笑起来 马克抱怨这里的工资太低 安德烈说 他父亲是地产商 认识很多老板 可以帮他在莫斯科找到一份工作 马克听了很开心 很快 三个人玩到了一起 在咖啡馆里 还有一个桌球室 这是动物园员工平常休闲的地方 马克邀请宾娜和安德烈一起玩 安德烈很开心 买了两小瓶酒 三个人抽抽烟 逗着笑 喝点小酒 玩得很开心 宾娜一会儿帮他们拿衣服 一会儿又帮他们点烟 勤快地不得了 马克醉醺醺的对安德烈说 你的女友太有魅力了 玩到晚上九点 安德烈和宾娜要回旅店了 和马克一息别后 他们上了房车 凌晨两点 宾娜邀请了安德烈 他的手里晃着一串什么东西 是钥匙 安德烈立刻翻身下床 这对情侣悄悄地出发了 他们把车开到了卡洛尔的笼子附近 宾娜隔着笼子 喊着卡洛尔的名字 疲惫的卡洛尔站了起来 他低吼着 宾娜马上拿出准备好的一大块肉饼 示意他不要置身 有了食物 卡洛尔顾不上发火 他很快就吞了一块 宾娜接着拿出第二块 第三块 特赘的铁门被安德烈打开了 卡洛尔被食物引诱着 一步步一步步 卡洛尔跟随着 一直走出了笼子 然后一步步地走进了 宾娜巨大的房车里 这时 不远处似乎有手电筒的光 安德烈对宾娜说 快上来 门关好了 车发动了 在房车里 有很多食物 卡洛尔的身体 还不算特别巨大 他刚好可以在房车里休息 他吃着食物 喝着水 兴奋极了 那时树里里似乎有一些浓雾 一些飘渺的灯光 安德烈小心翼翼地开着 一直朝前 朝前开着 就这样 宾娜和安德烈 把卡洛尔悄悄地救出了亚克动物园 但是 他们的行为还是被监控发现了 动物园管理处立刻进行追逃 幸运的是 宾娜在帮助卡洛尔出逃之前 就已经联系上了俄罗斯的动物保护组织 他们紧急地派出了直升飞机 就在动物园的工作人员 快要赶上宾娜的房车时 动物保护组织也正好赶到了 他们有效地阻止了动物园的野蛮行为 就这样 北极熊卡洛尔胜利大逃亡了 由于在动物园受到了伤害 动物保护组织对卡洛尔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卡洛尔已经怀孕快七周了 由于食物不够 他的身体非常虚弱 但是在大家的照料下 卡洛尔逐渐地恢复了精神 不久 他生下了两只小北极熊 在合适的环境里 他们健康地成长着 可是拯救北极熊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 这和整个地球的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现在 宾娜和安德烈已经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了 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 明天的同一时间起来 明天的同一时间开始 明天的同一时间 没有一时间起来 明天的同一时间 bal归